霍振庭赶赴杭州应援儿媳郭晶晶 霍家对他到底有多看重 第十九届亚运会即将在杭州开幕 郭晶晶担任亚运会公益圆梦大使 并成为第三棒的火炬传递者 作为老公的霍启刚 也带领香港团来参加开幕式 从他发出的合照中 能清楚地看到中间站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而此人正是霍启刚的父亲霍振庭 已经有了77岁高龄的他 很久都没有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而这次来杭州的目的 一个是看亚运会 另一个大概就是为儿媳郭晶晶应援 有网友发现作为豪门阔态的郭晶晶 脸上的黄鹤斑非常明显 眼角下面全是皱纹和眼圈也清晰可见 在现场的他一直是随意扎了一个马尾 看起来非常的朴素真实 但在面对镜头时 他依旧面带微笑 目光坚定充满自信 要知道别家豪门阔态在出席活动时 都会盛装出席好好地打扮一番 生怕错过展示拳脚的机会 而郭晶晶每次活动都非常质朴大方 这或许也是霍家宠爱她的原因之一 其实早在很久以前 朱玲晶在接受采访就表示 自己可以给儿媳打一百分 一百分 她自己都 她是一个好女孩 她又那么有成就做人 真的不简单 她又对我儿子 我儿子又对她 郭晶晶每次出席晚宴或者参加活动 只要有霍家人在场 她都站在中间位置 按照长幼尊卑身份地位来说 霍振亭理应站在C位 但只要有他们在一起的合影 C位站的永远都是郭晶晶 了想当年郭晶晶和霍启刚大婚时 老爷自己一句郭晶晶是下嫁 给足乐被质疑攀附豪门的儿媳尊言 婚后郭晶晶刚生下大儿子霍中西时 公共霍振亭就掏出三亿作为奖励 当被媒体问到想不想让郭晶晶三年生俩娃时 霍振亭更是当面维护儿媳 要知道豪门最注重的就是繁衍子嗣 而霍振亭还能说出这番话 可见他对郭晶晶有多尊重和宠爱 而他在家不仅有地位更有话语权 就连老爷子都需要看他的颜色 当爷爷高兴地过来想看孙子时 郭晶晶也是丝毫不给面子 他告诉霍振亭必须等孩子完成功课 才可以带他出去玩 听完这话霍振亭也只好坐在外面乖乖地等着 郭晶晶嫁给霍启刚后 不仅给霍家师爷带来了帮助 还亲自把老公送进了体制内 此次杭州亚运会 霍启刚则是香港代表团的团长 带领着诸多运动舰儿参加多项运动 前不久他才担任中良集团的外部董事 如今就担任了香港代表团的团长 霍启刚在郭晶晶的带领下 也算是给霍家掌赌了脸面